我认为泰国枪剑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 目前案件的更多内幕被曝出了 如果不了解事情听过的 可以看三斤上一条视频 根据警方最新通报 咱们分析一下 凶手是一位14岁少年 手里是一把格洛克9毫米手枪 他把所有子弹都射出后 本来是想逃跑的 但是逃跑通道被关闭 此时警方已经迅速赶到 并包围了他 使他无处可逃 于是他只能是束手就擒 从他被逮捕的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名青少年的目光呆滞 语无伦次的说 你看你看那边你看到了吗 那警察就按住他肩膀说 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他声称自己存在听力障碍 但是仍然能够听到 有声音指使他朝人群开枪 因此他选择开枪自卫 据警方透露 枪手有精神疾病的病史 但事发当天他并没有服药 听起来确实是像一奇偶然事件 但是三斤为什么会认为是蓄谋已久呢 一不管是14岁这个年龄还是精神病 在泰国合法买枪是不可能的 即使泰国枪支管控再差 想要购买非法清支 也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这绝不可能是一场临时起义的情节 被逮捕时话都说不利索的精神病人 也要大费周章买黑抢 你们细品 二凶手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射击游戏 并且在现实中也有射击的爱好 就在案发前不久 还被网友偶遇到他在靶场练习射击 从这样的强度上来看 他可能已经是为作案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或者说是因为太沉迷于射击 靶场和游戏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三凶手虽然平时比较孤僻 但是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网友认识他 有网友匿名爆料成 凶手曾在聊天中提到 想在直播中进行犯罪后再自杀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成一种梗在网络上传播 果不其然 行凶当天他还真的直播的 但是相关内容已经被脸书删除 如果他真的想要自杀 那他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给自己 反而是要对路人轻空弹甲呢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击杀呢 有一种新闻叫suicide by cop 这种在美国很常见 就是自己没有自我了结的勇气 于是就拿着假枪冲向警察 然后被警察打死 那三斤不是说枪手没有精神病 但是我认为至少行凶手枪手是理智的 所以说他才没有选择自杀而逃跑 而在被警察逮捕的时候 开始胡言乱语 并且行凶当天没有吃药 不排除大概率也都是种种自保行为 警方在逮捕凶手后 还检查了他的手机 发现他在作案前就退出了群聊 还删除了自己所有的好友 现在泰国媒体也扒出来了 他的父母都是高知教授 凶手还在私立名校读书 所以说与其说是精神病人制造的偶然事件 我反而认为是一场处心几率的高智商犯罪 希望三斤找到一些线索 能够让凶手被绳之依法 也好让咱们的同胞安息吧